我国第二艘潜艇克星已经下水。 美国也才有一艘。 中国是一个东南灭临海的国家,有著很长的海岸线,曾经,澳大利亚媒体就披露过,在1992年,澳大利亚一艘潜艇就曾经偷偷潜入中国的上海港,除了潜入外。 还窃取了某些情报,最终更是安然地离开,这则消息对于中国人而言,自然是一种有心无力的悲哀,但是没办法,谁叫当时的中国没法发现海下的潜艇呢? 不过,这次澳大利亚潜艇的潜入也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于是中国开始了漫长的对水下探测与反潜艇设备的研制,于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海洋水声监测船927型声纳监测船诞生了。 海洋水声监视船被誉为潜艇客星,因为其采用的是声纳监测,即利用舰船本身搭载的声纳系统对海洋中的各种声纹进行收集,然后处理,经过分析,可以得出在监测范围内活动的都是什么东西, 而对潜水艇的检测,而对潜水艇的检测就在其列。 据报道,中国的第二艘海洋声纳监测船位927型已经试水,927型声纳检测船可以检测到属下450米的深度。 更是可以根据声纳判断水中潜水艇的具体方位以及类型,且船上还可以搭载舰载直升机,更是可以利用机载拖转声纳进行海上搜潜,可谓是海空立体作业。 目前,海洋声监视船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装备到了军队之中,只是区别于常规的美国领先,中国追赶的常态,海洋声监视船美国只有一艘。 而中国如今已经是第二艘927型下水了。 并且,在927研制成功之前,中国曾建造过南侧429、北调991等双体侧量船,还有就是杭州应用声学研究所也曾建造过一艘名为锐利时好的搜潜船,不过该船一般只用于声学研究。 中国是一个东南面临海的国家,有著很长的海岸线,曾经,澳大利亚媒体就披露过,在1992年,澳大利亚一艘潜艇就曾经偷偷潜入中国的上海港,除了潜入外。 还窃取了某些情报,最终更是安然地离开,这则消息对于中国人而言,自然是一种有心无力的悲哀,但是没办法,谁叫当时的中国没法发现海下的潜艇呢? 不过,这次澳大利亚潜艇的潜入也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于是中国开始了漫长的对水下探测与反潜艇设备的研制,于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海洋水声监测船927型声纳监测船诞生了。 海洋水声监视船被誉为潜艇客星,因为其采用的是声纳监测,即利用舰船本身搭载的声纳系统对海洋中的各种声纹进行收集,然后处理,经过分析,可以得出在监测范围内活动的都是什么东西,而对潜水艇的检测就在其列。 据报道,中国的第二艘海洋声纳监测船位927型已经试水,927型声纳检测船可以检测到属下450米的深度。 更是可以根据声纳判断水中潜水艇的具体方位以及类型,且船上还可以搭载舰载直升机,更是可以利用机载拖转声纳进行海上搜潜,可谓是海空立体作业。 目前,海洋声监视船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装备到了军队之中,只是区别于常规的美国领先,中国追赶的常态,海洋声监视船美国只有一艘。 而中国如今已经是第二艘927型下水了。 并且,在927研制成功之前,中国曾建造过南侧429、北调991等双体侧两船,还有就是杭州应用声学研究所也曾建造过一艘名为瑞丽时好的搜潜船,不过该船一般只用于声学研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